各位先生好,又是我Kenny 希望未訂閱我的朋友,可以按一下訂閱鈴,按一下小鈴鐺 有篇提示大家一起研究一下馬仔 研究了3月1號第9場賽事 很矚目的講靈王 大家都知道,上次怎樣輸 這場馬大家可以看一看 四班拆了兩組 我記得拆了兩組 四班千二 三班千四 三班千四,拆了兩組 拆了兩組 這一組 一隻王牌馬 正本開心,但不代表什麼 因為羅庫泉 全日出三隻馬,還是兩隻馬 羅庫泉全日出兩隻馬 打完王牌這兩隻 不可以當一個指標 但這隻馬是準到無論的 只有一隻馬打王牌 沒有後備保護權 是這麼多 這場馬先講馬房 先講馬一講馬 先講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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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講馬兩場時間 這場馬上 正本開心 這場馬上 連續發掘了很多馬 三元蜜路 天元齊飛 鐵膽威龍 好友李 艷路勇 滅路勇 怪獸都市 今天有隻真妙星 但那天真妙星 騎得六腳慢 瀟灑王子 箭紅三千 全部都可以 不過是四班 大家懂得找 四班和三班 今天這隻正本開心 為什麼會找到軒圓齊飛 鐵膽位龍 放在二位五位 怪獸都市一位 瀟灑王子三位 這些放到全滑的 這段開到22秒8 四線回來 還可以23秒5 這場是四班 所以放在前面走的馬 比較厲害 但是正本開心 就守著追上來 其實是賺了一些報酬 好像很有理 賺了一些報酬回來 贏了連接 如果和這場三班 港陵王塞了 安喜 請跟我來 喜佳龍 忠心美麗 那段時間 第一段 四班和三班是一樣時間 只不過是慢了四線 第三段 這場四班還要快了四線 那末段 還可以快多四線 可想而知 這場四班的水準 絕對不是一場簡單的水準 還要放在前面走 而回來輸得不遠 那些 就更加是跑得好的 那 那如果 扔轉來看 那這一場馬 算不算是正常的步速 其實是正常的步速 不是快又不是慢 那我呢 那我就拿多一隻 拿多一隻馬出來 去看一看 港陵王那一場 印證的步速 是不是真的屬於偏慢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拿一隻傳奇 電路三號 這些叫做健康美麗 都交出水準的馬 這場其實不對 這場是偏快步速來的 拿寬樂小子 貴初黎海榮那一場 輸條頸那一場 即是升回三班那一場 那這一場 寬樂小子 那天的對手 都不是簡單的 好像請跟我來 順義寶 再向其 標棋 街運來 這些都是有表現的 財富超影 十三秒六 這一段二十一秒三 二十三秒二 快兩線 末段又慢多一線 其實算起來 前面快 後面慢 應該追的馬 是厲害的 看看是否真的追的 厲害 莫雷拉 騎到中心美麗 真的騎到一絕 即是 今天換了蝕恩 看他交不交 莫雷拉的水準 還要一個檔位問題 我覺得這場馬的步速 就叫做正常 末段時間 又不是很快 但是也有個理由 給他 就是 那隻廣玲 真的失得很厲害 今天大家看看 怎麼跑 怎麼眼淵 好 一開閘的時候 關鍵時機 在後面 廣玲王現在在尾 黃咒 這隻 其實那隻安喜 很久才會 剪刀上來 那隻喜佳龍 今天也會出的 如果這場的步速 只是正常的話 這隻喜佳龍 真的衝得很厲害 那港玲王跟他差不多 這樣衝發 中森美麗 莫雷拉也是 施展那招 火百合 成理所願 那些 一向擺得前些 他定住下跑都可以 這隻好像是一見傾心 不放 真是慘 這裏失去很多次 抽進去 又撞到喜佳龍 這裏喜佳龍 剛剛過來 他一拿 想拿那個位置 就撞起佳龍 抽出來 抽出來 頭呢 又要再塞過去 然後頭都撞了 很久都找不到位 好了 一百米 真的要一百米 才要撞上來 還有手道回來 外面追港玲王 過了第一名 這麼眼淵 不要看了 那想跟大家說一下 神操先 分析了 那今天這隻 港玲王 連馬斯 又碰過保持功夫 2號的 安喜 保持功夫 3號的新東西 標準快車 12月19號 閹過來 2月19還是12月19 12月19號 閹了 即是兩個月前 那 那中心美麗 保持功夫 佳藤區 保持功夫 歡樂小子 保持功夫 轉飛櫻 楊明倫 有碰過保持功夫 轉飛龍 不是轉飛櫻 那轉奇 巴道 和何澤堯 都有碰過 保持功夫 智力寶 保持功夫 盡力之誠,保持功夫 暫光聚醒,保持功夫 正本開心,田泰安 和這個 陳家希 都有碰過 好有益,保持功夫 一見傾心,保持功夫 正本開心 田泰安 有碰過,陳家希 騎了阿摩那一隻 這場馬的意味都挺有趣 跟大家講一下,上次騎骨 何宅堯 失了車換巴道 轉期由巴道 換回何宅堯 2號 安喜 3號新的,4號莫女 拉贏後轉了蝕恩 5號又轉了外檔 彭國年變成希偉心 6號彭國年換回潘頓 彭國年離開 7號原裝楊明倫 8號巴道轉回何宅堯 9號巴道轉回何宅堯 10號 蝕恩轉回何宅堯 蔡明少 11號田泰安 轉梁家俊 12號潘先生應該做不到榜 117 他應該做119 變成田泰安 好有益 李敬國停賽 12號蔡明少 變成黃俊 他應該做5號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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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號 1號 6號 1號 3號 1號 投走的馬,安喜,中芯美麗,除非他聰明得像莫蕾拉似的 要不就像杜美爾,留到後面追 還有盡力之城 如果盡力之城,今天有配備變動 如果對上那兩次,就應該走 但他現在除了配備,大前次,沒什麼速度遷移 還有盡力之城,一見傾心,不知道他快不快 上次就問了話,這次不知道 轉倉馬,港寧王,安喜,騰龍驅 這些是轉倉馬 這次贏了馬的中芯美麗,加他六磅 港寧王,失了車跑的平頭第四,加三磅 正本開心,上班就減十二磅 很有益,上班跑千四,減十四磅 贏過頭馬的,很有益,正本開心 各贏兩場 還有,寬樂小子也贏過,中芯美麗,港寧王 我自己選擇,沒有理由不選擇港寧王 不過,線路並不單純 真是四線路並不單純 看看這隻港寧王,偉達的盡力之城 是否放在前面走 這就是,對他的關鍵 港寧王,跑第四,加三磅 都是選擇他做膽 只是跑一百米都這樣 都很難再重建一次 我用他做膽 我第一隻拖,拖安喜 上次他撿過這樣的檔 拖了這麼久 才能帶到頭回來 都是輸四分三馬位 雖然那一場的步速 就真的不是 什麼特別長次的步速 只是一個標準時間 差不多 但末段他23秒9 回來,捱到一個輸四分三馬位 整堆勒都很近 過到他的馬,港寧王 起街龍,噴火龍 今天都有這些馬 起碼有一個港寧王 我第一隻拖了這隻半冷門 由十幾檔轉七檔 先愛這隻 第二隻我會拖回正本開心 今天減他十幾磅 還要講幾件事 唉 自從轉了配備之後 有很穩定演出 如果你算港寧王上場 應該都很穩定 失法都可以跑第四 即是轉了配備 也是穩定的 安喜轉了配備 也是穩定的 站光沮省轉了配備 也是穩定的 正本開心 轉了配備 簡直準到無論 對,這四隻 我計實力 也是選擇港寧王 希望這場馬 可以順順利利 幫馬為門保重 不過這場馬線路 不簡單 有安喜 又安城 又中心美麗 跟著有安媽 跟著有 港寧王 跟著有盡力之誠 又先力之誠 又什麼什麼之誠 跟著正本開心 跟著有安喜 總之好煩 都是一隻 信阿偉達的鬥志 愛港寧王做膽 第一隻 先拖回安喜 放在前面 看看你們怎麼追 如果中心美麗 那些 十檔 要他發揮到莫雷拉的水準 找蝕恩 那我自己就不投他這一票 那我就寧願選一隻 正本開心 減他十幾磅 就看看他可不可以 十幾檔都爆到上來了 因為 背輕十幾磅 這隻馬自從閹完之後 換了配備之後 即是加了個酷之後 長長都是很準 很中心的 那我愛這隻 就一號膽 港寧王拖 二號的安喜 十二號的正本開心 再選多隻 如果要選多隻冷腳 我就愛一隻 歡樂小子 雖然今天歡樂小子的檔位 都是不好的 那些狗檔 但是他季初 那一場 他就在四班那一場 就不看了 只看他對上 找蕾凱榮 再選他那一場 那一場是七檔 那一場是九檔 那一場的步速 第二段是慢的 第三段是快的 但是他如果是一個慢一點的步速 他竟然可以擒得過順義堡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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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撿了三場十幾檔 今天撿回九檔,都是差的 但有賠率,潘頓其實也沒有賠率 但還是拿了這隻馬,希望前面有些馬走下 看他可不可以撐回來 我這場個人心水,1號廣靈王做膽拖,2號安喜 12號正本開心,6號歡樂小子 一場線路不單純的賽事 這場我個人心水就是這麼多 因為我又不知道那些傾心,放還是不放 他找過黃俊,可能真的有放也不頂 很難計,希望各位多贏